会议应出席代表2977人,出席2947人,缺席30人,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。 习近平,李强,赵乐际,王沪宁,韩正,蔡奇,丁薛祥,李希等出席会议。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、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东明主持,大会执行主席马兴瑞、王小辉、尹红、孙少诚、张又霞、张庆伟、赵依德、信长兴、董云虎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。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提名,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的提名,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,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,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,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,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。 习近平提名国务院总理的人选,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的人选后,各代表团进行了酝酿。 根据各代表团的酝酿意见,主席团会议决定,提请这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。 九十二十四分,总监票人监票人检查电子票箱和电子选举系统后,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票,每位代表拿到六张选票。 根据大会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,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人选用表决票。 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,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,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用选举票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在主持人宣布李强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后,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 李强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,随后他转向习近平,两人亲切握手,习近平向他表示祝贺。 李强又同李强又同李克强同志握手,相互致意。 随后,主持人依次宣布张佑霞,何卫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 李强又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 张军同志,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 英勇同志,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 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。 每一项表决选举结果宣布时,现场都响起热烈掌声。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,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,国务院总理李强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,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,分别进行了宪法宣誓。 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进行了集体宣誓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进行了集体宣誓。 本来的 kuv目自然而行同中成长稿内万人连机出现今他写遍到的经验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